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华将昆枝的药瓶往月桂树上一撒 月桂树原本枯萎的银色叶子开始一片一片的复活 那银色树干也开始恢复光泽 马上他就自动立起 慢慢一入那还在不断喷着岩浆热烈的大坑中 随着月桂树彻底复活 原本弥漫在月宫中的炎热之气 当是消散大半被一股清凉之气所代替 嫦娥仙子见月桂树复活 激动的联手中的玉兔 都没报警任他一溜烟从怀中跑下来 他对着东华迎迎一拜 小仙感谢帝君大恩 说着他又看向凤九 小仙也感谢凤九殿下 小仙独居于广寒宫 并无什么珍宝来答谢二位大恩 但小仙平生最欠不得人情 不如凤九殿下随小仙来 小仙有一样东西 要作为谢礼给凤九殿下 凤九刚想说自己不需要他的谢礼 却见东华对他点头示意 小白 你且随仙子去看看 凤九只好跟着嫦娥仙子到了月宫 却见刚刚还端庄优雅的嫦娥仙子 突然做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在关上店门前还私下看了一眼 似乎怕东华闯进来 凤九见他变得这般活泼 正有些摸不着头脑 却见嫦娥仙子又搬出了一大本册子来 凤九随意打开翻了翻 马上吓得把册子丢到地上 连也长得通红 仙子 你这是 这是 他怎么也想不到 嫦娥仙子要送给他的谢礼 竟然是春宫土 还是一本比砖透还厚的春宫土 嫦娥仙子的样子还是端庄 柔和 让人不敢亵渎 说出来的话却无比豪放大胆 这书是从前我那日兔司凡 偷跑到凡间给我带回来的 但这书虽好 但我议员被关在这广寒宫中 与我没有半点益处 想来你和帝君心灰压儿 帝是需要这个 对了 听说帝君几十万年都是孤身一人 他可懂这房中术 要不要先把这书给帝君看看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凤九的额头都在冒汗 只能干笑 帝君他 还好 还好 回避海苍林的路上 东华就问凤九 小白 这嫦娥仙子送你的谢礼是什么 凤九身子颤了颤 只觉得被他偷偷藏在身上的春宫图 四万斤那么沉重 那样不食烟火的嫦娥仙子 为什么会私藏这种东西 凤九觉得自己连扔都不好意思扔啊 最近凤九明显觉得自己腰不好了 具体原因 额 请看上一集 白浅来看他的时候 打量了他好久 最终抛下一个结论 小九 纵日过度可不好啊 凤九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 今日凤九邀请白浅过来 一是为了把鸡养在白浅那一段时间的白滚滚接过来 二来 他迫不及待的想邀请白浅来围观他的蛋 老司机不要误会 是凤九和东华从蛮荒世界带来的真的龙蛋 凤九觉得自己一直是姑姑的跟屁虫 无论容貌修为还是智商 都被姑姑碾压 所以他难得得了个稀罕物 第一时间就来跟姑姑炫耀 白浅打量了龙蛋许久 得出一个疑问 你吓的 凤九再次喷出一口茶 姑姑 你见过会吓蛋的狐狸 白浅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扇子扇了扇 这蛋确实是比普通的蛋大了些 但姑姑活了十四万年 四海八荒中什么稀奇的东西没见过 你让我万里迢迢过来一趟 就是为了看这个蛋 凤九继续推销 姑姑这可不是普通的蛋 这是我跟帝君从蛮荒世界带来的 帝君已经给他试过灵气 站在避海苍林灵气的滋养下 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 我准备邀请我的亲友们一起来围观龙蛋破壳奇观 白浅嗨了一声 你还请了别人 也没多少人 除了姑姑 还有连宋三皇子 斯宁 承玉 还有小燕 白浅毫不留情的打击她 这些也基本上算是你所有的朋友了 为了让这个围观龙蛋破壳盛典 显得隆重些 凤九特意将龙蛋放下茯林花树下 还亲自做了好多点心交代她的客人们 小燕是白浅后第二个来的 她一看到糕点中间的龙蛋 马上眼睛一样 小九 你怎知老子最喜欢吃蛋的 凤九忙打开她身像龙蛋的魔爪 吃什么吃 这颗蛋是不能吃的 正说着 连宋承玉四命三人结伴而来 四命边走边念叨 听说小殿下的那个宝贝 我们特意来沾张光看看 以小殿下的品味 这宝贝必也是了不得的稀罕物 四命每次说话都这么中听 凤九刚被她夸得笑咪咪 却见连宋马上来泼冷水 只要不是像上次扶林花会上那样 让我们来吃凤九和地君的狗粮店罢了 成余瞪了她一眼 啰嗦什么 还没看呢就这么多废话 凤九觉得 今天这个龙蛋一定要成功破壳 否则她就太没面子了 但是在大家把糕点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龙蛋还是一动不动 小燕一边打着宝贝一边问 小九 我看这就是个普通的蛋 定是那冰块脸为了讨你欢心 故意随便找个普通的蛋来忽悠你 忽悠什么 蛋蛋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是刚钓完鱼的东华回来了 她眼下鱼竿都还没放下 手里提着两尾鱼 四面暗暗摇头 这形象哪里像是那派成功四海八荒都敬仰的尊神 凤九一看到东华回来 就撒娇上了 帝君 你不是说今天是龙蛋的破壳日吗 怎么她一点动静都没有 等等 东华将手抚向龙蛋 只见紫光一现 那蛋壳立马发出碎裂之声 不一会儿 一只似龙飞龙 似鸟飞鸟的小东西 就从蛋壳里爬了出来 这小东西虽然长得丑 但一双眼珠子乌溜溜的顺势好看 她的眼珠子在东华身上群寻半天 呼的发出嗷嗷一声 铺在了东华身上 小燕瞪大眼睛若有所思的嗷了一声 老子听说这禽类破壳时 第一眼看到是谁 就把谁当成她的母亲 恭喜你冰块脸 你要坐囊了 恭喜你冰块脸 你要坐囊了 小燕刚说完这句话 忽见直在瞬间的功夫 这刚破壳的一手龙龙仔 就已经在她怀中 东华眼神淡淡撇过来 现在你是她娘了 小燕刚想把这龙仔丢掉 手刚碰到 就发现龙仔身上特别的软 她马上不忍心了 还笑了笑 这小东西虽然长得丑 但仔细一看 发现还有点可爱 东华继续淡淡道 你居然喜欢她 那这龙仔就送你好了 太热闹不咸 世大的连颂也在边上补了几句 小燕魔君 听说这龙蛋是帝君 从蛮荒世界带来的 那蛮荒世界这次还八荒 也只有帝君一人能自由进出 里面的每样东西 自然是极其稀罕的 如今她把龙仔送给你 说明帝君不是一般的看中你 这让我等好生羡慕 小燕喜笑颜开 那是 冰块脸虽然人不咋低 但眼光还是不错 那老子现在就把龙仔带走 谢了 见小燕欢心鼓舞的走了 白浅连送四命成日热闹看完 再吃完凤酒亲自做的糕点 也心满意足的走了 凤酒这才有时间 问东华 帝君 这蛮荒世界的生灵 不是不能待在咱们这个世界 你怎么不把它送走还给了小燕 东华唇角一钩 蛮荒世界的生灵 从来没在四海八荒待过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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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